山坡上左侧草地一片焦黑 上头还布满白色灰烬 另一侧则是呈现黄绿色 而这些都是建筑草 登山客从中间的小路赶快走 山上变成黄黑配色 都是因为大火造成的 消防队员背着装备跑上直升机 他们准备搭机上山去打火 起火地点就在花莲能高 东军路线上的台湾池营地 25号下午两点多 疑似因为天干雾燥 加上游客又多 从营地开始烧起来 一路延烧变成森林火警 两边马上启动 那因为从花莲去 必须要走那个能高东段 那能高东段因为现在路线 但是不通 所以我们这边大概是 请求空勤的协助 消防队光是上山就困难重重 在26号寻求空勤协助 尝试将救火队吊挂到燃烧点 但因为天气不好 能见度低两次都失败 好不容易趁天气好 赶紧将第三批救火队前往支援 我们这次空灯啊 最主要是看火场呢 还有没有再继续做燃烧 到场时已顺利全部扑灭 火灾面积还在估算当中 确切起火原因也将持续调查 首先火势及时扑灭 不然东北季风一吹 加上山上水源又少 一旦变成森林大火 恐怕会造成更大的灾情 三立新闻 吕燕湖家娟花莲参访不到 好